全球都在热议自动成为首相 怎么一回事来看英国 英国保守党的党魁争夺战尘埃落定了 钱财相苏纳克在下院领袖莫当特退出角逐之下 自动当选也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印度裔的首相 预计他将会在25号的上午会前往白金汉宫 觐见英王查尔斯三世 随后在唐宁街发表讲话 苏纳克24号首次会以保守党的党魁身份 向保守党应援发表的演说 强调英国目前需要的是稳定和团结 有分析人士指出 在目前英国面临巨大的经济挑战的大背景之下 苏纳克入主唐宁街首相府势必会面临重重的困难 就在英国首相特拉斯辞任的数天后 前首相约翰逊以及保守党下院领袖莫当特 相继宣告退出领导力角逐 让前任财政大臣苏纳克赢得超过半数党内议员的支持 自动当选为保守党党魁和英国新首相 苏纳克在保守党总部发表演讲时 不忘向特拉斯致谢 同时也表示英国面临巨大的经济挑战 呼吁党内团结 自己会日复一日地为英国人民服务 有分析人士认为保守党此次支持苏纳克已是为了破除在7月份的领导力竞赛中 苏纳克是败给自己种族肤色的传闻 体现保守党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性 二是作为200年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 苏纳克虽然在英国政坛的得力尚浅 而且缺乏在多部门任职的经验 但他毕竟经过金融市场的锤炼 或能给予市场和民众以信心 英国当地的学者则指出 零威寿命的斯纳克实则面临更大的抵战 印度总理莫迪24号发推文 向苏纳克致以热力祝贺 他形容苏纳克是阴影两国间的桥梁 希望两国未来在全球问题上密切合作 执行两国去年达成的2030年路线图 强化双边贸易关系 苏纳克在英国政界的崛起 也在印度掀起一波民族自豪浪潮 新德里电视台的滚动字幕显示 印度之子与帝国崛起 在英国生活15年的印度裔民众库里恩 这本台记者表示 苏纳克作为英国政坛少数族裔 能够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印度裔的首相 可以算是英国政治里程碑上的壮举 苏纳克的获胜在部分保守党议员看来 就如同是确保英国经济稳定和党内团结的安全法 但这并不意味着特莱斯所面临的问题 在苏纳克身上不会上演 有分析人士就指出 苏纳克是作为国会当中最富有的议员 他能否理解眼下罢工浪潮当中各界工人的诉求 又能否带领那些生活在贫困线的英国民众 去克服眼下的生活成本危机 对于走一步看一步的保守党来说 其实他们心中也没有准确的答案 凤凰卫视 许亮 伦敦报道